第49屆金馬獎剛才公布了入圍的名單 國片女朋友男朋友入圍最多多達七項大獎 影帝將由台灣的張紹權來對抗張家輝 謝霆峰等四位香港實力派的演員 外界呼聲高的張榮榮 將和大陸的大腕演員好雷爭奪影后寶座 值得一提的是最佳新導演 全部都由台灣導演入圍 第49屆金馬獎公布入圍名單 請來城市新人獎得主的楊佑寧 李千娜宣布 其中大陸電影服飾迷城 入圍最佳劇情片等八項大獎 成為最大贏家 台灣不知道 金美鳳你幹嘛 台灣電影部分 先前在台北電影節大獲好評的 女朋友男朋友入圍七項大獎 成為國片的最大贏家 男主角張孝全 江翰張家輝 劉青雲等香港實力派演員 爭奪影帝寶座 女主角入圍名單則一如外界預期 將由逆光飛翔的張隆隆 PK大陸大腕級演員浩雷 不過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 外語片的逆光飛翔 並沒有入圍最佳劇情片 沒有愛的能力 並沒有心的能力 趕趕快 剪出國片愛的郭采傑 陳奕涵將一同角逐最佳女配角 親口宣布 飛文女友郭采傑入圍 楊佑寧說話都卡卡的 到采傑入圍感覺怎麼樣 因為好朋友 大家就覺得當然很開心 很替她開心 看到她的努力跟表現 當然 因為有看過電影 那也覺得說表現得非常好 替她加油 最佳新導演的獎項 今年五個入圍名額 全由台灣導演包辦 其中正頭導演馮凱 和痞子英雄導演蔡月薰 在大一幕出世身手 便雙雙獲得肯定 金馬獎11月24號在宜蘭舉辦 影帝劉德華 將擔任金馬獎決審的評審團主席 到時候講若誰家 各界都相當期待 郵件TV 洪彩廷 吳登麗 台北報導